好 我們的10%克剛啊 常常是遭到老師的批判 那大陸國台辦呢 他們也回答了相關的問題 發言人陳兵華就被問到說 對於台灣的台獨克剛 有什麼樣的評論呢 他就表示說了台獨克剛 克剛呢是煽動了兩岸的敵意 破壞兩岸和平 是不折不扣的獨克剛 民進黨當局為謀求台獨 大告去中國化 所推出的教改政策和台獨克剛 刻意歪曲中國歷史 貫途割裂兩岸歷史連結 不僅剝奪台灣青年 學習本民族文化 了解本民族歷史的正當權利 也煽動兩岸敵意 破壞兩岸和平 為台海形勢緊張動盪 埋下禍根 這樣的台獨克剛 是不折不扣的獨克剛 獨品的獨 推出負責部 綽籤